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的眼光就是專注在客人上邊 然後每個動作都覺得是很細心的 多了一點你想要跟他互動的特質 他非常有邏輯 然後他觀察力、洞察也還蠻仔細的 所以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他是非常精準的溝通 我覺得他很開朗 然後會跟客人過鬥 去觀察這個客人 就像你去朋友家做客 其實朋友會關心到說 你的茶沒了 要幫你倒茶 或是幫你多做一些什麼 就是很貼心 然後真的就像朋友那種感覺 好 會跟你分享說 他在感動圈的一些 就是為什麼他會來可夢學院的國際 那因為我自己也在可夢工作 我其實會去理解說 為什麼他會選擇可夢學院 而不是別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也想要知道說 從他一開始什麼懂得到 最後只要畢業了 那他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一個產品 真的是從小的夢想 然後夢想之後 他現在這麼堅持然後來到這邊 那可夢學院幫他探索美的世界 那我相信他畢業之後 他會堅持他自己的夢想 然後影響他自己的未來 更穩定 然後更知道自己要什麼 先從設定目標 然後過程是什麼 然後到他們的作品完成 都已經具備設計師的一個樣子 開始跟條件出來 一直以來求學的過程都是 中等 中上 中等 中上 所以我就覺得要太累 做到剛剛好就好 可是來到這邊我發現 這邊的同學每個都很厲害 而且是不是做到好 而是做到極致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 我會想要去挑戰自己 做得很好 最大的改變 就是會覺得看待錯誤 是一些沒有這麼難的事 因為我覺得之前對我來講 就是學會計或是考試 就是錯誤對我來講是 會影響到可能成績上 很直接的影響 那在這邊我覺得面對錯誤 是讓我學習加分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 來之前比較有點工作病 然後過了 就是到時期階段 才比較瘦點一點 沒有工作病在 因為以前我個性就是會比較 比較自我一點 就是會比較 怎麼這樣 就是比較能相處 然後但是我覺得就是來了 就是實在說 事實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就是 脾氣被迫的 比較圓弱一點 對 就是比較會 就是很多事實上 有態度比較大 就是比較豁達 對 就是不會再像遺忘 就是會想很多 這樣 改變我的想法 還有人生的 某一些的價值觀念 對人的身體造型 然後 等著 語言 語言上面的一些細節 就是交會了很多 我覺得我的真正的改變 我本來是一個內向害羞人 然後 在這邊接觸到很多不一樣的人 讓我 比較會跟人相處 然後 也比較 比較有勇氣 比較來自做 這些 其實在 在這個 可夢的體系裡面 他們其實都已經很熟悉 我們SALON整個的運作 所以從接待 然後到 到整個洗髮按摩 然後一直到 服務跟送課這個部分 這些Leader都很清楚這些流程 那無形中 其實可以給這些學生 更謹慎 怎樣去服務他們的客人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他們可以針對 可以依照他們 其實在這個公司裡面的一個資歷 然後對公司的熟悉度 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這樣子 從今天這樣子看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得到 不同學生的特質在哪裡 就是 有的人 他可以把 客人 當作是朋友一樣 然後邊做 邊聊聊天 但是 又不會去影響到他的整個流程 也不會讓時間變慢 那有的學生可能比較害羞 那可能在這一方面 他可能就需要加強 那可能反倒是 我們的客人跟他 主動跟他做不同的活動 這樣子 我們除了 的 你也有很多 他們通心 自己支持 那為甚麼 有的人 知道 是 有些人 可以 這是 內容 我們 做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